看看訪問高東來 今年 我覺得你 尤其是最後這十幾次跑馬 我覺得你都很拼命 講成績都算是表現很好 你覺得今年回來香港騎馬 騎士方面 你覺得有什麽不同呢 騎士方面 類似我覺得第一次 在這季我回來才見他騎馬 他騎得很好 非常好 雷誠你覺得他好 你覺得他夠不夠世界級的水準 有 有吧 你往時爭貫冠軍 當然是和摩加利 現在就和雷誠 你覺得摩加利和雷誠 兩個比較 你說他們兩個比較是怎樣 兩個都是好騎士 兩個騎法完全不同 各有各好的 騎馬不只是一個款是好 有很多種款 有很多騎法 不過跑馬好像在法國 如果在法國跑法 他們這樣跑法 完全不同 香港跑法的 他們是靠流放那些地方 即是你說法國 法國是 多數喜歡流放 一定是來跑 剛才你說摩加利和雷誠 兩個都好騎士 但兩個都跑法有點不同 那你覺得摩加利又是擅長於什麽 雷誠又是喜歡怎樣的 雷誠是他的推法 我喜歡 摩加利的推法有不同推法 好像高凡和雷誠 一個又完全不同 好看就好像雷誠好看 不過吃得下去是高凡 吃得比雷誠更好 我的感覺 你的感覺就是這樣 那譬如說到走位方面 雷誠和摩加利又怎麽比較呢 我看摩加利走位最厲害 即是摩加利走位就更好一點 就直路雷誠的騎法 那你就覺得他好 是是 那下一季你就會整個季在香港騎 那又跟雷誠由頭鍊到尾了 下一季 下一季就不同 起碼我下一季有個大碼放紅支持我 還有你知道這季我回來騎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有22天沒有騎的 我算成績就算幾好的了 算我不是complaint 是嗎 沒有 那就是啊 即是我譬如計過你的成績計 即是你今年騎很少日 好像你說 那如果以那個贏馬的百分比來講 你已經是很高的 即是比較你往時做冠軍騎師 即是沒有那個percentage是那麽高 如果算贏 winner來算 贏頭馬來算 所以你今年也算是表現得很好 那你下季有個大碼放騎 聽見是跟林鴻飛合作 是吧 那你對於林鴻飛跟他合作 有沒有信心 有 我有信心 他的騎法 他的訓練法 他的粗的馬法 他是很平均地一直看得到的 他的粗快 即是 即是很經常 他那些貨貨跳的時候 不能讓你全看的 即是做足 做到足不會說收縮賣賣 即是做足給你看的 做足給你看的 那你今年放暑假你還會回法國旗下的 是吧 我跑完這星期六 二十八號 一二十九號 三十號 看他飛機票 我預訂不預訂 我要走了 然後就馬上走了 因為他在法國 五號是法國打比 我可能有馬在那邊跑的 即是法國打比你想實 希望港島去跑 是 那就 那希望你在法國又跑得好 那第二季回來 我們再捧過你場 OK 多謝 謝謝 至於分析騎師的騎工問題 在這裏 我們或者可以補充一下 所謂 因為高東來講這個 廣東話已經講得好 他所謂款式的問題 不過是 即是我們說飯素 所以他不是說 誰知道騎的款式是飯素 即是說 一個騎師 除了出閘 要懂得把握機會好 還要沿途走迷好 在很機智裡拿到的位 在哪個時候 會斷定自己匹馬輸贏 或者說你跑 我的馬在那轉彎 如果不在第幾 我就贏不了這場馬 即是這個判斷力 所謂說飯素 所以他對這個 摩加利 摩加利和他的批評 我覺得都很合適 因為大家我們都看到 是 雷成推下去吃很多 摩加利是最擅長走位 這一樣都是 個個大家都知道 摩加利推後面的時候 他立開疆成一分的時候 好像坐下去都沒有雷成那幾下 是 只是比較鬥拉屎 就是雷成勁一點 你又不記得問多樣 什麼呢 你問他跟他們幾比較 不過很難說 他真的覺得自己好 他都不好意思說我比他們好 以我們看 我們在這裏再評分 他們幾個人來說 我就覺得三個比較 摩加利、雷成、高東尼 高東尼是高一點的